假如你其實任何的資料後面假設你要做輸入 都可以做出類似的這種就是表單 那比如上禮拜講過那個表單你如果還在練習的話 我這邊好像在雲端上也做了一個類似像這樣一樣嘛 先插入一個home的一個 制定表單 然後在這邊 做一個表單 那表單裡面的話有四個欄位 等到他填完之後可以按新增 那新增之後就可以把資料填上去 那流程的話基本上 就好像前面有 講過只是說你可以 再找一個範例 比如說我要怎麼做呢 第一個先確定一下你的資料 那因為剛剛底下會有一個什麼 有一個好像那個說明 你要把那個說明刪掉 刪掉之後的話 可以把上面的格式順便複製一下 因為底下我要輸出的話 可以把底下跟上面的格式是一樣的 再來的話假設你今天已經把這個表單做完了 把它執行起來 他能做到什麼 比如說你輸入一個人 假設你今天要輸入一個成績 一個學生的成績 某某人 不過最好這個姓名 因為如果固定的話你可以做下拉的 用選的 然後輸入成績 假如說它的成績多少 你就一個一個把它輸入進去 然後按新增之後的話 它可以自動幫你輸入到你指定的範圍 哪裡呢 就是這個範圍一定是 這個範圍裡面的最下面一列 再加一列 最下面一列加1 的這個位置 然後 這個放A A欄 B欄 C D 這樣OK嘛 這個跟前面一樣 先很簡單一個列印 你把它按新增 資料就上去了 OK 那做法上其實也非常簡單 有點像複習 所以我把重點再提示 第一個 先 這個home怎麼接 按右鍵 插入一個什麼 自訂表單 對不對 這個自訂表單出來之後的話 你就把它的名稱 稍微改一下 這個名稱的話 它原來叫 Usephone1 那你可以把它改成叫 home好了 不過我這邊已經有個叫home 我叫改home2好了 因為名稱不能重複 好 然後 再來就是說 背景的顏色 如果你 先把caption改一下 這個 我們叫什麼 叫成績系統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在這邊加一個 成績系統 成績系統 在哪裡呢 在caption屬性 OK 輸入上去 這邊就有了 有沒有 這個就代表這個 那另外就是 背後的顏色 我是把它改成綠色的 在哪裡呢 Background Backcolor 也就是你這個地方 假如你原來的顏色灰色不好看 你可以在調色盤裡面 找一個顏色 淺綠色 如果改一個顏色 淺黃色 有沒有 這邊都可以改 背景顏色可以更改 看你喜歡什麼顏色 不過你改了這個顏色之後 你可能要把那個label的顏色更改 因為你label顏色沒更改的話 感覺好像有點突兀 比如說你這邊的話 背景顏色 假如說你已經改成綠色的話 那這邊的話建議就是也是一樣 你可以改個接近 也是調色盤 你乾脆把它改一樣的顏色 這樣看起來 就完全就 跟那個 那個表單顏色一樣 那就 等於混在一起 就不會說 看起來那麼突兀了 那只是說你當然要一個改太麻煩了 你可以怎麼樣 我其實想講過了 你底下的東西你可以 先做一個 label 有沒有 拉過來 拉一個大概 然後修改幾個屬性 包含就是 第一個 caption 我大概把那個 比較重要的 說明一下 因為這個前面有講過 你可以把前面的影片再調出來 上個禮拜部分 第一個先把這個姓名 更改了 不過他原來的姓名的姿態小 這個地方改一下 第二個的話就是 再改他的什麼 改他的 字的大小 就是那個 form 再來就是他的前景顏色 前景顏色本來好像黑色吧 我把它改成有點像深綠色 可以跟底色搭配 然後再來 back color 我把它更改一下 主要是改這幾個屬性 更改完之後的話 那其他的 如果說你做一個你可以把它當範本 那其他的你可以 範本怎麼 就是直接拉 往下拉 按Ctrl鍵 一個 兩個 三個 如果歪歪的話 沒關係 選這三個 選這四個 然後利用格式裡面的 對齊 然後 主控向的 左緣 對不對 然後如果他的間距不一樣的話 你可以在 垂直間距 相等 然後就OK了 一樣這邊也是一樣 用那個 叫文字方塊 當然如果姓名 你有一個清單的話 你可以做成那個 下拉清單 因為這裡我好像沒有一個清單 所以就算 就是直接這樣 用一個 下拉 用一個那個 文字方塊 這個文字方塊 我取名叫 TST01 這個叫 TST02 03 這樣比較好記 但 比較正確的做法應該是 你後面01 可以把它改成 有意義的名稱 尤其叫 TSTName 之類的 然後再做 最後再做一個新增的按鈕 按鈕就是這個 叫做 comment button 做完之後的話 基本上我們的 畫面就有了 畫面有的話 你可以把它執行 它就出來了 但是呢 你總不可能說永遠都用這邊執行 因為你自己可以執行 如果你一般的使用者 你總不可能說 請你到開發 裡面 去到Visual Basic 打開來 就會有一個執行 你再把它 這樣不方便 所以我們講過 要把它執行起來的話 你可以在哪裡呢 模組裡面 插入一個什麼 程序 這個都講過嘛 然後名稱叫什麼 啟動表 不一定要叫這個名稱 這樣會 就是說這個名稱 我習慣是 用 這個 啟動表單 然後 你就直接打一個 一個 home 把那個home 點show home點show ok 這樣子的話呢 你執行這個程序 它就會幫你把表單叫出來 如果說你今天希望在這邊增加一個按鈕 就插入一個 表單控制項裡面的按鈕 然後再到這邊把這個啟動表單的按鈕做出來之後 以後呢 你就直接按這個 別把這個按鈕按下 按它 它就會怎樣 幫你把那個 那個表單給 給叫起來了 OK 啟動 然後它就叫出來 但是 裡面你輸入一些東西 按新增 那它必須做哪些事情呢 這個好像前面也有講過 第一個 先判斷說 按下新增的時候 有沒有 要判斷說 最下面一列 是哪一列 我必須把這一列再加一列 因為我要寫到它的下面 然後呢 知道那個列 叫R好了 R等於 就是最下面這一列 再加一 那以後的話就是輸出到哪裡 就是把那個Sales Sales R 有沒有 因為它先列 就給R 然後藍的話是A藍 A藍等於什麼 等於 等於這個東西 這個叫什麼 等於 這個叫TST01 有沒有 TST01 DN TST 它裡面的文字 就叫點TST 它的屬性 OK 這樣子就可以把它輸出 第二個一樣 第3個第4個 就完成了嘛 對不對 那寫完的話 因為時間 的關係 我已經把那個東西 做完了 那你們可以在那個 在這邊看到 先取得最下面一列 再加一 然後分別把1234放進去 然後 當然如果你要再做計算的話 依然 因為依然 我這個其實可以不用加啦 這個可以 可有可無 因為這個 你可以最後再做也沒關係 那 這底下清空 這個跟前面一樣 游標放在那邊 然後清空資料 就完成了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 中間的這個程式碼複製 然後如果說你表單做好之後 你可以直接把那個 表單這邊點兩下 那裡面假如是空的 你可以怎麼樣 把我剛剛做的貼上去 這個 這個用代理他好了 註解 那就直接可以做出我們要的效果了 OK 那其他的話應該 差不多是這樣子 那至於就是說 可能有一些狀況 包含就是說 因為之前有同學是 如果沒有輸入按新增 會發現錯誤 或者是輸入的數字 不是在0到100之間 那也會產生出 那怎麼辦 其實這邊我在雲端上有個改良版 那這個有一些啦 比如說 沒有輸入資料的話 那你要產生一個什麼 錯誤訊息告訴他 請輸入資料 或者他輸入的資料 不是在0到100之間 怎麼辦 也要做 做一些判斷 OK 這個部分的話 我想 各位再把那個表單部分 稍微再複習一下 畫面先換給各位 謝謝